早上有看到 其实我已经把界面做出来了 但是我们后来就发现说 其实要做出界面来的时候 今天的讨论的时候 发现我要跟大家解释非常多的事情 对那我反而是跟他讲说 这个专案到底是要在做什么 跟讨论什么 我解释了好几次 所以其实我在这次做的 比较像是让 就是做出一个结构 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让以后加入的人 我不用一直在跟大家解释这么多次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把 把这个专案就是拆解成 就是其实我就需要这三类的人 一种是规划组的人 一个是内容组的人 那内容包含了写文字跟社群测试 然后跟写code的 跟UI组跟工程组这样子 然后我们要达到最后 我们早上出现那个UI之前 对那个已经在这个后面了 那我先需要做的事情是 OK内容组先把文字写出来 而且经过社群的测试 那社群测试之后 UI组才把这些文字变成UI 然后UI组造再 然后再变成界面这样子 其实根据大家的回馈 我们其实得到比较多的收获 就是很多人都其实会有一些问题 跟提出了很多的idea 对那我们其实是把这些 我们今天早上丢出来的这个概念 让很多人提供我们的问题跟idea 然后重新把它整理在这一份上面 让就是以后的事情 能够基于这个状况再触发 对所以我们算是重新定义了一下 这支题目 把这个题目再挖得深一点 所以我们没有做新的solution的方面 但我觉得我们的题目的规划更完整了 对大概是这样 谢谢 谢谢